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省消息也总结法规亮点 很多这个平台可能对消费者的这个差评或者是中评进行自行删除 那么法律颁布实施之后呢 平台将不得删除此类评价 集市专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各位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的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 随时问题开通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迎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今天7点36分 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新年的第一次升级仪式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也去感受一下这个庄严的时刻 北京时间7时36分 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新年的第一次升级仪式 由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队执行 今年是第二次由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队 担负国旗护卫的任务 从今天凌晨开始 就已经有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聚集 等候天安门广场2019年的首场升级仪式 虽然北京温度是零下12度 但是人们还是不畏严寒 希望能够看到国旗在2019年的首次升级 向国旗 敬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升旗一市结束之后 民众发出呼声挥舞国旗 同时在天安门城楼前 晃出了象征和平与美好的白鸽 在咱们东北 有一项深受广大市民游客青睐的 冰上作业项目 就是东部 今天是2019年的1月1号 也是今年的第一天 长治市的石头孔门水库 迎来了东部的第一网启动 经过五个月的秀雨期 石头孔门水库的雨长得怎么样了 这第一网能否是红网呢 咱们也来看看 今年石头孔门这个冰面 是什么时候开始风动的 11月20号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冰冻 现在石头孔门水库的冰面 能达到多厚呢 现在一尺二 早上七点 长春石头孔门水库 京东第一次东部作业正式启动 打穿 扭毛 跑水线 下网 一切工作都在有序的进行着 房庆国是长春石头孔门水库 捕捞队队长 采访中他告诉我们 在冰面上下网 他们会根据冰面的颜色 选定地点后在冰面进行打野 下网之后有两台车 一边一批 两台车同时运转 往四块走 走成一个圆形 完了又归回来 出旺眼 那一共要打多少个这个眼 今个我是打了16个眼一批 32个眼 对对对 出雨口 对对对 目前室外的气温呢 大概是体感温度零下18度左右 那么在这个出水口呢 我们看到啊 已经有两辆的这个四轮车呢 在这里进行了汇合 有一台这个四轮车呢 正在进行搅网的作业 队长 我听说这两辆这个四轮车 走了大概是屏风 五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应该是五平方 那么现在在我们冰下是 有一张两千米长的大网 对会合在一起 下面的鱼现在我们看不到 根据您的判断 今年是不是第一张网 是不是红网 应该是红网 上午9点20分 在出雨口呢 我们看到这大网呢 徐徐的被拉出 那么大概等了15分钟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网中啊 陆续有鱼出来 那么出的鱼啊 大概在7斤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重量 现在大家看到鱼之后呢 很多人也非常兴奋 鱼网也是五寸五的 为什么要用五寸五的 是不是有考虑呢 我们是小的尾程是鱼苗子 都得拿到7斤网上的尾程鱼 师傅我问一下这条鱼是 那有胖子 那有多尘 那有26斤 鱼出了水面之后呢 现场有工作人员 会把这些鱼集中的 运到我身后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里是为了里三层外三层 很多人呢 都是在这里来选购 石头口门的鱼 我们也挤进来过来看一下 现场就装袋 装袋之后 大家在现场就可以选购了 是吗 便宜外了 就是照顾来这个游客 现在这个鱼售价是 售价这个 论斤是十五千一斤 现在又贵了 就不论斤了 便宜了 两个人一百五千 很多的人在这里排队来购买 刚刚打出水面的 石头口门水库的鱼 第一报道 从敬李斯报道 据了解 今天在长城石头口门水库 打的这第一网鱼 一共出了五万公斤左右 头鱼单条的重量在十八公斤 这鱼啊 这个头正够大 除了鱼大 这个现场场面也特别的火爆 无论是本地的 还是外地的游客 看到大鱼的那个瞬间 都特别的兴奋 我们一起带石家庄过来的 从石家庄过来的 我们来之前 以为会有多冷 零下三十多度 我又查到末会那边 所以带的衣服足够多 来了之后 我刚一出火车站给出汗了 出汗了 还没有那么冷是吧 没有想象的 今天是专门知道有东部 就过来看一下 对 我们今天运气好 今天是第一站 以前见过吗 在电视上见过 今天我第一次到东北来 都挺新鲜的就觉得是 随时也好了 鱼也多了 也非常高兴 兴奋是吗 对对对 准备要带鱼回家 对对对 带几条鱼回家 拿了一条鱼 跟它照了张像是吗 对啊 冷不冷 挺冷的 那我看这个 拿到鱼 跟它照相的寓意是 年年有缘 年年有缘 今天也是过来 要钓来了 专门过来的 对对对 特意开了 延旦马东部 2019好交头 长春石头口门水库 位于我省银马河中游 是长春市的水源地之一 除了防洪防涝 城市供水的功能外 该水库还是长春市 重要的鱼业生产基地 咱们石头口门 出的种类 基本就是 胖头鱼 白莲 草鱼 鲤鱼 基本就是这几个品种 您的经验 往常年打到最大的一条鱼 是多大 像咱们打过最大的 80左右鱼 对 平均都在 平均都在 20多斤吧 自古以来 我国就有顺应鱼类 春生 夏仰 秋长 东部 生长规律的传统 为了进一步保护 长春石头口门水库 可持续生态环境 从2018年7月10号开始 到2018年12月31号 是水库的休渔期 这期间 停止了一切 渔业捕捞活动 今年 长春石头口门水库 东部到2月1号结束 为了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 东部期间 水库是禁止工作车辆以外的车辆开上冰面的 水库鱼工每天早上7点左右会统一上冰捕鱼 捕完后进行统一销售 今年您预计能打到2条鱼 今年总产量 咱们估计控制在25万斤左右吧 然后过法的话 就是在咱们半岛先鱼销售处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这条鱼呢 也是刚刚从水面打出来的一条鱼 因为我实在是拿不动 所以我请了一位游客来帮我 这个我们用手试一下 能有多少斤 30多斤的鱼 30多斤有 30多斤 这是一条胖头鱼 在这里呢 我们也想把祝福送给我们第一报道 所有的观众朋友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何家欢乐 年年有余 第一报道 从敬李四报道 看完了2019年的咱们第一网大鱼 再去东北独有的冰雕雪雕看一看 这冰雪是东北得天独厚的优势 畅玩冰雪 欣赏自然的馈赠 加以翘首打造 这冰雕雪雕就出现了 那么不仅丰富了我们精神生活 文化生活 还让我们感触到冬天的魅力 如果说冬天咱们光欣赏冰雪 总觉得差那么点感觉 我们记者一博呢 经过这个寻找 也把差的这点感觉找到了 到底是怎么样 才能让这个冬季过得更完美点呢 咱们去雕塑公园看一看 元旦小长假 怎么能少得了外出游玩的 那去哪玩的 下面记者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 今天长春世界雕塑公园的冰上雪世界呢 正式的和广大游客开始见面了 那我现在走在的位置啊 就是雪香小木屋这里 不仅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玩后之后的休息啊 还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饮品 以及一些食物 而且呢 在这个整个小木屋的身后呢 就是咱们一个重点打造的一个娱乐项目 冰上雪滑梯 这个雪滑梯我们设计了很多个坡道 可以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在里面进行滑雪体验 并且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安全措施 也以保证大家在游乐的同时的安全性 市营业期间 游客可从南门北门西门 长春雕塑博物馆购票进入 看雪雕冰雕 观冰登冰谱 雪滑梯 雪香小木屋 特色小吃 赏景撒花美食 通通满足你 比如说下面这样 以前就是玩过在陆地上的碰碰车嘛 这个冰上的碰碰车 跟陆地上感觉不太一样 就是说驾驶起来的话 碰撞管更强烈一点 非常有意思 很开心很开心 在南方都没有 这些冰雕都看不见 只能在电视上看见 东北的雪 好看呀 第一报道 一博 生日报道 除此之外呢 园区内的三个长官 也将首次在夜晚对外开放了 您不仅可以在观看到日常的 什么的白天的这个展览 也会欣赏到非常丰富多彩的演艺节目 2019年的1月1号至2019年的2月28号 门票为30元 通票为60元 包括了这个展馆 而其他冰雪娱乐项目呢 咱们得另行收费了 咱们接着下面了解一下啊 这个新法规的实施 网上购物 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 应该已经不再陌生了 几乎是现在动动手指 这衣食住行所需的就都送到我们前了 可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小的问题来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什么虚假宣传网络消下 包括炒信刷单等等 不过呢 大会也不必过于担心了 因为新出台的这电子商务法 将在2019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 相信很多问题呢将会有所改观 我们下来了解一下 2018年8月31号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 对电子商务经营者 电子商务合同的定立与旅行 电子商务争议解决 电子商务促进 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于2019年1月1号正式实施 那么市民对于该法规究竟了解多少呢 我感觉电子商务法是规范那些不良的卖家 然后出售那些不良商品的 我觉得在微商方面需要加大监管 记者采访了数十位长春市民 经过了解后得知 超过半数以上的市民 对于电子商务法的出台和实施并不知情 对于这样的调查 中国消费者协会也通过网络渠道 在全国范围内投放过问卷调查 得到的结果也并不乐观 调查还通过舆情系统 采集网络消费评论 共计三十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二条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 关于是否知道最新颁布的电子商务法 选择知道的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七点八 那么这个电子商务法的知晓率还不足六成 那么新法规的出台 究竟在电子商务的哪些方面进行了规范呢 对此吉林省消费者协会也总结了当中的亮点 首先电子商务法将微商直播销售纳入管理 颁布之前呢很多电商以及这个平台的这个直播销售 它是没有一个相用的一个管理机制的 很多消费者在此类平台上购买的商品 如一旦售后发生问题的话 那么就是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电子商务法通过其他网络服务将这些新形态和涉及主体纳入其中 明确利用微信朋友圈网络直播等方式从事商品 服务经营活动的也是电子商务经营者 很多这个平台可能对消费者的这个差评或者是中评进行自行删除 那么法律颁布实施之后呢 平台将不得删除此类评价 刷销量刷好评删差评等炒信刷单行为 严重误导消费者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电子商务法要求平台经营者擅自删除消费者评价的 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情节严重的出以最高50万以下罚款 新法规中还要求平台页面中的默认勾选被禁止 押金退还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 平台经营者自营应显著标记 电子经营者不得随意砍单等 强化了这个经营者举证责任 比如说就是在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商品 不足六个月的消费一些耐用品 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由经营者来承担的 第一报道 贾明里斯报道 十斤不昧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德 需要我们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就在前几天一位公交司机就做到了实惊不昧 传递了正能量 体现了公交人的淳朴善良 我们先来看一看 2018年12月27号 长春市民刘女士乘坐108路公交车回家 下车时不慎将手里的布兜移落在了车上 当发现时 车已经开走了 27号前报 我从这栋的幼园里头 完了 贴完孩子 完走过来 我就抱孩子 上车了 就把孩子放在那一块 等到车开能到奔驰路前 我就抱着孩子 就下了车了 刘女士说 兜里的现金并不多 但是有很多证件 存折等物品 如果丢失会非常麻烦 公交车上客流量大 如果被人拿走 找回的希望非常渺茫 刘女士十分着急 便找到了108路公交车调度室 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 立刻通知各位驾驶员帮忙寻找 最终在沙师傅的车上找到了 随后 沙师傅将布兜送还到了刘女士的手中 沙师傅说 她曾多次在车上拾到过物品 每次都如数归还 她会将这种识经不昧的品格一直保持下去 我的心里想啥呢 因为啥呢 就是任何人丢了东西以后他都非常着急的 所有东西 不管是这里边哪贵重不贵重啊 因为丢了东西以后心里边非常着急 这东西不能就为己有 因为这东西捡到了就得给五个原主 第一报道 新奇声音报道 昨天节目里咱们也说到 元旦期间有很多学生得回家 为了保证学生出行的安全 长春市运输局的执法人员在学校附近继续寻查 那也确实查到了一些问题车辆 今天咱们接着跟着这个执法人员的脚步 看看到底还发现了哪些问题 元旦期间 长春市运输局的执法人员 在长春海尔大道附近 抓获了一台车牌号为 及JQQ725的非法运营车辆 当执法人员对该车的乘客进行询问时 乘客表示与司机认识 但当问其司机的名字 两人却都回答不上来 在执法人员询问的过程中了解到 这名司机是到长春站接亲属 在回松原的过程中 想顺道拉载几名乘客赚个油钱 而车上的两名乘客也不是第一次乘坐该车 以前也曾多次乘坐 从长春往返于松原 在证据面前 该名司机对自己非法营运的事实过人不讳 执法人员已经对该车进行了查扣 按照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的规定 出于一万元至三万元的罚款 近段时间也是乘客出行的高峰期 而且天气寒冷 现在这个乘客在外面等候车的时间 心情也比较急躁 容易出现乘坐一些非法营运车辆的事件 希望所有的出行市民呢 需要在出行过程中选择合法合规的车辆进行出行 对个人人身安全有保障 相信大家可能会看见 在一些工地或者是小区的保安亭附近 有一些穿着警用制服的工作人员 其实他们有一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警察 虽然他们的服装上没有标志 但是这些衣服也不是谁都能穿的 不是警务人员穿警服 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最近长春警方就走上街头 治理了这种违法现象 按照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 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 制式服装 警械 证件 为人民警察专用 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 但长春最近却出现了 非法穿着警服和仿制警服等违法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从12月10号开始 长春警方出动3200余名警力 开展打击非法穿着警服专项整治 针对路面上乱穿警服 乱着装这种违法现象 由城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前头 各级治安管理部门 相配合 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 警方查处涉及违法穿着警服的行业场所34家 保安人员76名 查处揭灭非法穿着警服人员61名 依据违法情节和法律规定 依法行政拘留41人 行政罚款11人 行政警告85人 收缴警服和仿制警服152件 有些务工人员觉得拿警服当工作服 觉得警服耐磨耐脏 但是不知道 非警务人员在穿着警服的时候 就涉嫌违法了 在专项整治中 有的违法穿着警服的群众说 感觉穿警服有面子 真的没想太多 殊不知面子靠的是内心强大 这种要面子带来的只能使虚幻 更要承担法律责任和后果 根据人民警察法第36条 和人民警察知识服装 及其管理规定第16条 只规定 可视情节对违法行为人和单位 处于警告罚款拘留行政处罚 涉及违法的 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所以希望广大市民 非警务人员家中有警服 或者警服标志的 请自行销毁 或者交到当地公安机关 统一销毁 第一报道 新奇盛印报道 有我们第一报道栏目 强力打造的家装类节目 装修进行时 零和吉利省室内装修协会 共同推出免费验房公益活动 特邀权威专家组 为您免费毛皮房验收 免费经理 免费甲权检测 正在进行当中 几个月前 长春市民庄女士的婚房 装修完毕了 也陆续进了家具 据庄女士说 新房装完了 当她在房间里待的时间 过长的时候 身体会莫名地出现 像嗓子撕牙眼睛 不是等等成装 像他们俩小两口 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 连续通风了四个月左右 也不确定 室内的空气质量 是否达到了入住的标准 那下面我们也走进 长春市民庄女士家 看看她家室内空气质量 到底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婚房 然后装修呢 现在已经四个月了 然后从选材 到每一部的家具的购买 我们都就是不该要马虎 就是层层把关比较严谨 然后呢 现在呢 每次进来的时候 都会觉得嗓子不舒服 然后眼睛有不适感 我现在呢 就是心里犯嘀咕了 是不是因为装穴过度 然后呢 有那个装穴污染 造成了甲醛超标 引发这些身体的不适感 检测师张林林通过大气采氧器 进行20分钟的室内空气采集 并将收集好的 含有甲醛的吸收液 存放于比测瓶内 然后滴入甲醛显示液 手握加热15分钟后 放入甲醛现场测定仪中 进行光谱分析 今天通过在装女士家 现场检测 检测出来 目前装女士家 室内甲醛浓度是 0.197毫克每立方米 这个呢 远远超出了 国家规定的 0.08毫克每立方米的标准值 污染是比较严重的 来一下 初步判定呢 这个室内污染源 主要来自于板材类的家具 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这个在装修过程当中 产生的污染 比如说像乳胶漆 还有其他的胶类的污染 据检测师张林林介绍 墙面装饰是装修中 必不可少的环节 现在有很多墙面装饰工艺 从环保性 实用性和性价比来讲 乳胶漆墙面 占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乳胶漆 也不是绝对的零污染 它主要分为水溶性漆 和溶剂类的漆 好多大品牌生产出来的漆 它现在不论是底漆 还是面漆 它基本上都是水溶性漆 但是即使是水溶性漆 也不是绝对零污染的 它是在不同程度上 就是降低了漆里面 有机挥发物的含量 和甲醛的含量 相对来说 环保系数很好 检测师张林林告诉记者 业主在选择乳胶漆 进行墙面装饰时 在施工完成 墙面干透以后 要及时保证室内通风 利于有害物质的挥发 业主要选购到 放心环保的乳胶漆 一定要做到 一看二文三林 第一点呢 就是说业主在选购的时候 不要单凭这个包装上面 有绿色环保这样字样 来断定这个乳胶漆 就是真的环保 而是重点要仔细查看一下 这个产品 是不是有质量检测合格证书 第二点呢 好的乳胶漆 在打开包装之后 我们能闻到类似于那种淡淡的泥土的味道 如果要是闻到有刺鼻的气味 或者是说类似于工业香精的 这样香味的乳胶漆 它都不是好的产品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优质的乳胶漆 在用木棍搅拌之后 这个乳胶漆 会顺着木棍留下的时候 形成扇面状的形状 劣质的乳胶漆呢 它是断断续续的低落 有的呢 甚至结块 所以说呢 业主在选购乳胶漆的时候 多注意一下这些细节方面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我们来插播一条高速上面 交通的一个情况 今天是这个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所以说返程的人很多 先说一下 目前呢 长春南收费上口 车流量较大 所以建议广大家驶员呢 咱们可以绕行至长春 静越收费上 或者是绕行到咱们的长春 东收费上口下高速 都是可以的 那在这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第一报道 纵晚天下 来看发生在国内外的 细问资讯 29号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 洒在航站楼 古铜色的屋顶上 寓意凤凰展翅的航站楼 呈现出金光灿灿的景象 截至28号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外立面装修工厂 全面完成 完整亮相 根据计划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将于2019年6月30号 竣工验收 29号 时时时分 伴随着汽笛声响 高4256次列车 首发列车 从沈阳站驶出 机智而去 这标志着京哈高铁 辽宁沈阳 至河北成德段 开通引行 东北进出关 首次开行设计时速 350公里的高铁列车 据了解 这条高铁 全线建成通车后 北京至沈阳旅行时间 将缩短至2.5小时左右 客运能力将得到很大提高 感觉刚上车的时候 真的是要哭出来了 这种感觉 特别激动 这次我们精神高铁通车 是沈阳到成德这一段通了 全程只需要两个多小时 就能从沈阳到成德 以前我们坐2066 那个绿皮车 沈阳到成德 要9个10个多小时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 简称九院 是中国汽车工厂设计的摇篮 著名的红旗汽车工厂等 都是由九院设计完成的 最近九院迎来建院 60周年纪念活动 参与活动的所有人员 一起参观了 九院的心仪之作 红旗工厂 感受到了中国汽车工程 建设的环保里面 精益态度 智能装备 和数字化隐形 红旗代表了 这个一七人的 整整的几代人的这个梦 那么也是我们 不断要追求的 一个方向和目标 那么我们要通过 红旗这个项目的 这整个建设过程 来助力整个红旗 整个战略目标的 这个实现 30号 香港西九文化区 西取中心 举行开台仪式 标志西九文化区 一座地标性建筑 即将投入使用 西取中心 与高铁站和地铁站相邻 交通方便 是一座极现代设计理念 和传统文化元素的 精美建筑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可谓匠心独具 未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也将坐落于这一区域 当地时间28号 意大利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2018年到港旅客数 突破1500万人次 一位中国女游客 成为了该机场 第1500万位到港幸运旅客 收到了罗马机场 罗马旅游局 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 共同迎接 根据中国驻意大利 大使馆的数据显示 2017年 意大利接纳了近1400万中国游客 中国游客在意大利境内的人均消费额 也在外国游客中名列前茅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下面又到了今天第一块组的时间了 今天张云要跟我们聊聊 哪些奇奇怪的事呢 一起来看看 本日想分说天下事 巧嘴道尽是奸情 天南地北杂谈论 嬉笑怒骂聊古今 咱是敬唠 十颗 第一块嘴张云在这给您行礼了 今天第一块嘴和大家聊什么呀 相声 各位啊 相声里头有一个传统的段子叫羊上树 各位可能听说过 羊在树上这够稀奇了吧 但是您想过羊还能上电线吗 一辆货车拉车羊 走在这个幸福的大道上 前面拐弯是把速捡 换道直到 开始加挡 四季开出一百米 身后的车辆喇叭响 停车回头这么一瞧 一头羊就挂在了电线上 小眼神啊很无助 身子半空啊随风大 偶尔还会蹬蹬腿 主人主人 你快帮忙 一起出的门啊 差点没落下一只 看来啊 这路口的电线是有点太低了 有关部门呢 应该赶紧处理一下 别再造成啊 其他的事故 下面说的是呢 沈阳的陈先生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工作 前两天呢 原本他返回沈阳休假的日子 可没成想啊 自己的行程 却被一位特殊的客人 给耽误了 而这位客人 竟然呢 是一只猴 陈先生在通辽赶工程 最近是天寒地又洞 打算休工赶回家 临走前河 工友就到附近的林子去转悠 刚进林子 没多远 看见一只猴子在笼中 腿上有伤痕 那眼神很惊恐 可怜巴巴的看着他 陈先生顿时有了就志得冲动 当天的气温零下二十多 这冰天雪地小猴非得把命送 于是把猴子临回家 好吃好喝的补营养啊 第二天 陈先生带着小猴回沈阳 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站 从此不再担心小猴把命丧 辽宁省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 初步确定 这是一只猴猴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工作人员也表示了 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帮助这只小猴猴进行治疗 并在沈阳安家落户 快走人在这想说一句 警告某些心徒不轨的人 按照刑法规定 这种行为可是违法的 在这里也给热心的陈先生 点个赞 这正是电线挂之羊 龙中困小猴 事故成故事 爱心仪并收 大千世界故事多 咱把奇闻来说一说 说什么呀 天下每个家长啊 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未来 知道家长在这方面 是不会考虑省钱的 一些教育机构呢 也就是头其所好大肆的敛财 北京有一对郭姓的夫妻 为了把孩子培养成神 就花了一大笔钱 多大一笔呢 您站稳了 听听这个书 黑龙江人是魏西坤 成立公司 当法人 公司就叫姓谭春希 可以做教学和咨询 首先申请数生家庭 国际团队是在跟进 各性教育前程好 所有的老师叫诸神 郭姓夫妻是上了道 相信诸神 丢了魂 相信诸神说鬼话 相信儿事 转世神人 最后研究来确定 儿子是古代领袖 堪比尤顺 诸神说 之前的器具不能用 你要把那文物寻 文物里面有历史 更有文化在留存 你儿用了这些物 日后必定 翻手乾坤 文物要在哪里找 正好几样是卖给军 其中五样在中国 外国的十九样你要看认真 价值三千九百万 我不赚钱是全是本 夫妻欣然是把钱付 我儿是龙 我有信心 日后飞黄有腾达 定当感谢这老师恩 事情最后终败了 警察局里是关诸神 他们说我们哪是什么神 不过是一样的平凡人 鬼迷心撬骗家长 不畏教书 只畏黄金 魏希坤在教学过程当中 反复的灌输轮回等 封建迷信思想 谎称机构具有将伟人性格 复制到孩子头脑中的 心理工程技术 能够借助文物承载的历史信息 引导孩子成为伟人 而其口中的来自欧洲贵族的文物 以及乾隆时期的宫廷物品 经鉴定啊 均属现代或民国时期的物件 很大一部分是在淘宝上买的 最终北京一中院一审判决被告 魏希坤犯诈骗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责令魏希坤向被害人郭先生退赔 三千零九十五万元 欲人讲究阴才是教啊 可不能相信这些鬼啊神的 这正是望死成龙是爹妈 清信机构说鬼话 掉进坑里难自拔 最后还得靠警察 好 今天第一块子就和大家聊 在这下回咱再说稀奇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全省晴有十多云 预计明天白天 我省大部地区 会有二到三级的偏西风 全省各地最高气温 会在零下七到零下九度之间 和今天相比 气温上变化不大 来看中国天气网 刚刚发布的 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长春晴零下十九到零下九度 吉林晴零下十九到零下九度 四平晴零下二十三到零下九度 辽园晴零下二十三到零下八度 通话晴零下二十二到零下七度 白山多云零下二十五到零下八度 白城多云转晴零下二十到零下九度 松原晴零下二十二到零下八度 严吉晴零下十六到零下九度 长脉山多云转阴零下二十八到零下二十二度 联合口晴零下二十二到零下八度 公主领晴零下二十到零下九度 魂春晴零下十五到零下七度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休息一下 今段广告稍后节目将更加精彩 身边人拍身边事自己动手会更加的有趣 这里是全民一起拍 在这个板块里面展示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自己拍摄的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喜欢摄影摄像 欢迎把您的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当中 一经播出节目组将会给予您一百元到五百元不等的高筹奖励 我们平时如果想喝这个椰子汁了 一般都会选择在市场上买来整个椰子 可是大家知道这个椰子是怎么采摘的吗 现在咱们就到采摘现场去看一看 平时我们吃椰肉喝椰子汁的时候 可能并不知道椰子是如何采摘的 近日咱们拍客在南方游玩的时候 恰好赶上当地的环卫工人采摘椰子 工人穿上脚渣爬到树上 用铁夹夹住了椰子干 铁夹子上拴上绳子一拽绳子 夹子就紧了 下边的人一拽就砍下来一朵椰子 椰子就是这样采摘 很多城里人可能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手压井 即便是在农村也基本上 没人再用这个手压井了 现如今农村家家户户 用的都是一拧水龙头 就花花流出来的自来水 最近我们的拍客就在农户的一户人家当中 看到了这个手压井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近日咱们拍客在农村拍到一口 手压是阳井 据这口井的主人介绍 这口井已经使用好几十年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这样的水井了 都觉得费事 现在大部分人家都改成使用电机抽水了 据咱们拍客了解 阳井必须在冬季时挖 好几个人挖上半个月才能挖成 深度能有十几米 水积干净又凉爽 尤其是到夏季 井水清凉爽口 像这样的水井 目前在农村是不多见了 打平得不得 落点实在科 我们大家都知道 开车上路要遵章手机 红灯停 绿灯行 这句话大伙牢记于心 但是 总有个别司机 怀有侥幸的心理 肆意地闯红灯 你问他为啥 他会大言不惭地告诉你 自个是个老司机 这个路口没监控 像这种人 把油门和方向盘当成了儿戏 无形之中等于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几率 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但是话又说回来 并非所有的闯红灯都会被处罚 前不久 江苏海门一辆轿车停在这个执行车道上等待红灯 不一会儿 身后驶来了一辆车 鸣笛催促让行 轿车司机回头这么一看 二话没说 马上启动车子 顶着红灯就穿过了路口 咱说啥车能这么有力度 原来是一辆拉着警报的救护车 不用多说 车上肯定有重症患者亟待抢救 轿车让行之后 救护车得以顺利通过 为伤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事后交警表示 将依法消除该轿车 因为救助危难而造成的交通违法记录 在这我们不仅要为这个司机点个赞 也要倡导这种社会的正能量 正所谓好人有好报 社会有公道 你的善举绝不会被遗忘 只会被赞扬 要说在这个辞旧迎新之际 应该接受表扬的 不光光是刚才那位司机 还有下面这位消防队员 2018年的12月28日 是四川省梅山市消防支队的消防员 彭于森退役的日子 即将告别自己的部队 这小鹏心里头自然有很多的不舍 正当他背上行囊走出大门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警铃响起 不用说这是来任务了 于是他扔下了背包 迅速转身往回跑 可想而知 这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 就这样 他在退役的当天 参与了最后一次灭火救援 任务完毕之后 小鹏再次踏上了回家之路 我们大家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 就那些运动员 退役的时候都会搞一个告别比赛 给自己的职业生涯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是消防员不行 总不能盼着谁家出点事 好让自己上上手 所以小鹏也算是在无形之中 给自己留下了宝贵的回忆 他表示了 回到老家 如果有机会 还想参加招录当消防员 这份责任和荣誉 等同于自己的生命 其实消防员也是人 生活中也需要吃喝拉撒睡 但是警铃响起的一瞬间 一切基本需求都必须得让路 他必须第一时间 奔赴自己的岗位上去 这一点值得咱大伙敬佩 说句实在话 一批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也有同样的使命感 哪里有新闻 哪里就有我们记者的身影 或许这就是我们每个人 所追求到人生的意义 好了 今天就得不到这里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即使传媒 视频专家 服务到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接着看新闻 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 新的一年也开始了 昨天晚上的跨年夜 想必大家过得都挺有意义的 有的人是和家人一起跨年 有的呢和朋友爱人一起跨年 在长春市新华书店重庆路店 一群孩子用自己的方式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跨年夜 相声说起来 舞蹈跳起来 开心的歌唱起来 来自长春市各中小学的学生们 自发地组织在一起 一台自编自导自演的跨年晚会开始了 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方多胎呢 我是老大 来来来 是什么呢 不是学长的说爱是老大吗 我今天表演的是一个歌唱 然后还有一个集体的那个演出 我认为我认为我先说歌唱吧 我认为这个歌唱就是特别爱国 我想为那些战略什么的献唱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那个集体那个 就是把中国的那些红色基因 那些传统像什么的发扬光大 据活动主办方长春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介绍 本次活动旨在为孩子们搭建平台 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范围中 度过一个难忘的书香跨年夜 把这个读书活动和这种传承经典的一些活动 再推向一个高峰 能够在2019年的时候 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读书活动继续进行而去 第一报道 刘璐 宋和生报道 新年新气象 2019年第一天 每个人都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待 那可能有的人已经为自己定下了新一年的目标了 在长寿市新华书店红旗街店 绘本故事小课堂 开启了孩子们新一年的读书计划 咱们到现场看看 听说绘本故事小课堂开课了 许多小朋友都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了书店 精彩的绘本故事 再加上老师生气并茂的讲解 小朋友们听的是有滋有味 亲子阅读是增进家长和孩子亲子关系 并能够起到培养孩子 形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家庭式陪伴 很多的道理 然后也可以帮助家长朋友们 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呢 得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第一报道流露宋克生报道 对于老人来说 这过节呢还是喜欢热热闹闹的 这样才能更有节日的氛围 今天长春市富康社区就特别的热闹 咱们到现场来看一下 上午十点 长春市富康社区辖区的居民们 及长春公交集团 东盛汽车公司13车队的工作人员 早早就来到了社区活动中心做准备 大家有条不紊的撸起袖子 分成四组 后面擀皮切韭菜拌馅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 不一会儿一个个饺子就排成了排 准备了像什么虾仁馅的 韭菜馅的还有存肉的 然后也是希望大伙能吃得开心 也是请教了专人 在这馅里面添了一些 我们自己的特配方 像第一的香油 还有就是把这个葱切成沫 搅到这个馅里 把提用这个馅的那个口感 30分钟后热腾腾的饺子就出锅了 浓浓的饺子香味弥漫在活动室里 看到阿姨们包得开心 吃得也很开心 所以我的心里边也是很温暖的 我们社区会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让老人走到社区就像回到家一样的温暖 今天非常高兴 也就新的元一年 那我吃新年饺子 这个社区就是我们的家 家里的是小家庭 这是大家庭 是不是 就是我们各个社区的人 都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就是心情 就是好像越活越年轻 第一报道 一博生意报道 元旦日唤起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的爱国之行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展和素材 五省青年艺术家吴成耗时两个月 在元旦之际完成了原创作品 居服油画 并且免费展出在富康社区为祖国献礼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辉煌时代 这幅油画叫做辉煌时代 取材于南方的牧原花 它也叫英雄花 英雄树 寓意着祖国的繁荣长盛 该作品长三米高两米 属于巨型油画 吴成为了更加完美的把这幅作品呈现出来 前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吴成的一部分作品都无偿展出在了 长春市富康社区 让更多的人真正的走进艺术 了解艺术 同时还定期举行了免费的培训班 让居民们一起参与其中 感受油画的魅力 巨幅画作在创作的过程中长欲瓶颈 看似简单的线条都需要经过无数次的尝试 这花花瓣一般是由五瓣组成的 现在大家瞅着给人感觉很简单 其实每一朵花 每一朵花都是用无数遍的小笔 一点点的勾勒出来的 从构思想法到哪笔 从没有固定形状到把作品勾画出来 树干的张力花朵的艳力 每一笔都融入了无限的热爱 而辉煌时代这幅作品在今天完成 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这幅作品刚刚完成 在元旦佳节之际给祖国献礼 让所有的居民能感受文化的艺术魅力 领略文化自信 第一报道 一博声音报道 三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是对于刚进入军营的士兵们来说 这三个月却是特别充实的时光 三个月的新兵时光 期待 欢笑 辛苦 汗水 汇聚在一起 在训练中 新兵们也逐渐退去了智能 适应了军旅生活 等待迎接分配到各个连队的新生活 就让我们一起走近 武警长城支队新训一大队 来看看这里新兵生活的最后一天 这是吉林总队新训一大队 作为新兵的最后一次队列训练 下午他们就要奔赴各自的中队岗位 开启新的军女生涯 回到宿舍 战友们纷纷拿起纸笔 写下这三个月来 自己的新训感受 新兵陈明奇还提议 给班长写一写心里话 平时严肃的班长 读着一封封肺腑之言 也笑得合不拢嘴 战友们还拿起吉他 开始了小小的离别演唱会 转眼三个月的新训时光 即将在欢笑与布舍中结束了 最后一次班会 最后一次合影 最后一次同吃一桌饭 最后一次同住一个班 许许多多的最后一次 给大家心中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 最后一次集体点名过后 就是各份东西匆匆分别 或许还没有反应过来 新的征程已经开启 今天是我们下连队的日子 其实更多的是跟战友们的不舍 不管去哪个连队 一定会在我的岗位上 记好我自己的一份责任 争取做到最好 也祝我所有的战友们 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 发光发亮 加油 第一报道 王玉 通讯员 陈志宇 梁永刚报道 金盛梅是城市市南关区 自强街道 清理社区的一名网格员 她从小就喜欢唱歌 也喜欢唱歌给别人听 她有一个梦想 登上一个大舞台 那她的梦想能实现吗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8年12月30号下午1点半 在青年之声 民心有约的活动现场 我们见到了正在化妆的金盛梅 金盛梅告诉记者 她自幼就喜欢唱歌 参加工作之后 也没有丢掉对歌唱的热爱 虽然没有登上大的舞台 但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她的歌声 有的时候上养老院啦 或者孤儿院啦 这些地方 或者是社区举办的一些老年活动啦 或者居民活动啦 我经常参加 吉林省联青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人员 在工作中了解到 金盛梅一直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 于是 为她举办演唱会的圆梦计划 就行动了起来 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唱歌 但是呢 这么多年已经四十多岁了 然后现在作为一个普通的社区工作者 可能一直有一个自己的圆梦的梦想 想站在一个大舞台上来 去圆自己的梦 那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 个人的圆梦演唱会 我们去为她圆这个梦想 金盛梅在属于她自己的演唱会上 先后为大家演唱了 美人银 轻轻地告诉你 小虫故事 路边的野花不要踩 今夜无眠等十余首歌曲 甜美的歌声得到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终于登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金盛梅非常激动 真的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一场 那个 给我个人办这么好的一场演唱会 真的没想过 真的很感动 金盛梅告诉记者 今天圆了自己多年的梦想 今后在工作之余 她会更加积极地参加公益活动 为大家好好的唱歌 第一报道 永平高明报道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专有名词 律师调查令 其实律师调查令并非新生的事物 虽然已经存在 至今有十多年二十年左右的历史了 但是始终也处在各地方探索的过程当中 没有形成具体的规范 目前我国共有近二十个省份 开始实行律师调查令制度 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方便律师在案件审判执行过程中 依法调查收集证据 维护司法公正 提高审判执行的效率 近日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举行民事审判中心 实行律师调查令规定 出台的新闻发布会 律师调查令是指 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审理阶段 依据民事审判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代理律师申请签发的 授权持律师调查令 向国家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 调查收集特定证据的法律文书 律师调查令 调查收集的证据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 犯案材料 财务凭证 权力凭证 交易记录 户籍信息 电子数据 事情资料等 律师调查令的有效期限 由签发单位 根据案情决定 最长不超过15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予签发律师调查令 收集相关信息 一 涉及国家秘密的 二 涉及商业秘密的 三 涉及个人隐私的 四 申请直接向对方当事人调查的 五 证据不为接受 调查单位所占有 保管 控制的 六 其他不宜有 代理律师持律师调查令 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 涉及上述情形的证据 当事人可以提交相关线索 申请人民法院 依法调查收集 近年来 我市的律师队伍不断创大 现在长城市已经有 律师事务所是259家 职业律师是2201人 2018年全市律师办理 各类的法律事务 二的一万人件 在案件审理阶段 申请律师调查令 应当在案件审理后 举证期限键满前提出 因故未使用的 应当在律师调查令 在明的有效期限键满后 5日内搅环签发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法 赋予人民法院调查权 它有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 而律师法所强调的 一个律师调查权 就没有一个强制力来保证实施 那么法院在这次出台了 这样一个若干规定 它把这个民宿法和律师法 结合在一起 然后因为法院现在案多人少 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些案件 回应当时的要求 全都及时的迅速的 会计的调查取证完成 给予律师的这样一个调查权 这样有利于促进 这个案件的快速审解 也有利于这个案件的取证 第一报道 这要宋和生报道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 服务道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这两天看完了 欢欢的衙装之行 不知道大家对于 这个此次旅行的意犹未尽呢 如果有时间 不妨背起行囊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如果您还需要再考虑一番 那咱们就再来回顾一下 欢欢这一次旅行的精彩景点吧 细沙卷白浪 咖啡遍地香 用来形容牙装 最为贴切不过了 来到了牙装 经过了半天的休息之后 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一站 也就是我身后的 这一百代矿泥浴 那这是牙装的四大矿泥浴了 但是以蛋为主题的 仅此一家 而且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群山环绕绿书成瘾 简直是一个天然养疤一样 不仅像我一样 有很多外国游客来 甚至越南当地的朋友们 都会慕名而来 甚至有很多朋友 在网上留言说 来到牙装 宁愿不吃海鲜 也要泡这个泥浆浴 但是泥浆浴 究竟好不好 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但是海鲜 还是得吃的 据说这泥浆浆里面 富含八点的矿物质元素 尤其对清洁皮肤 掌出显著功效 包括我虽然一向不在乎外表 但是既然来了 咱们也得感受一下 不是 还别说 这滑溜溜的泥浆 我身上一泼 整个热量瞬间传到了机体内部 别的不说 两个字 舒服 仙剑湾是一个 由俄罗斯人经营的休闲度假区 这里碧海蓝天微浪起伏 夜风婆所空气清新 带有青蓝层次的海水 脚踏细润白色的沙滩 迎面扑来的河续海风 让游客可以自由地在这里嬉戏玩耍 因此也吸引着世界各地大量的游客 我身上这个比较有抑郁风情的建筑 迄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也是亚装当地比较著名的一个旅游 经历叫婆娜家战婆塔 其实这个婆娜家是音译了 在当地也被翻译成天衣女神庙 就是说这位女神可以保护当地出海的渔民 也就相当于咱们中国渔民心中的妈祖 在蓝天白云的印章下 婆娜家战婆塔呢 红色的砖器建筑显得十分耀眼 风格有点像吴歌窟 红砖斑驳 岁月沧桑 仿佛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带给人震撼 引人深思 当然这里也是亚装的地标性建筑 去到五指岩一定要穿运动鞋 因为这里需要经历过跋山涉水之后 才能看到五指岩 另外呢 在这我们还可以品尝到芽妆特产 滴楼咖啡 带滴楼上方的咖啡 一滴一滴渗入到下面的玻璃杯中 恰好就是适当的饮用温度 就这一口热咖啡 一口冰镇的桑叶茶 在露天咖啡馆吹着海风 这里也许就是亚装版的成都茶馆吧 来到亚装一定要尝试一下 非常有名的瓦片烧烤 用炉子烧得红彤彤的瓦片 放上鲜嫩的肉类 再浇上油 滋啦滋啦的声音啊 简直就像食物的一场狂欢 人均交费大约50到70元人民币吧 环境呢 不是那种网红高打上的装饰 但是接地气啊 这才能细品街头美食不是 黑岛也叫木岛珊瑚岛 由于其天然未开发 这一片水域的清热度 那可是四岛中最高的 水下还有美丽的珊瑚 非常适合浮浅和深浅 亚装四岛游 其实就是在一片军的呢 游览亚装四个岛的一个旅游的 一个行程 其实通过这个旅游 也是让我们充分地了解了亚装 在我现在所在的呢 就是四岛的之一 蚕岛也是整个四岛开发最好的一个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些海上潜水艇 空中滑翔伞 以及香蕉船等等 各种水上娱乐项目 大家在玩累的时候呢 也可以坐下来欣赏一下 俄罗斯的表演 感受一下一风情 珍珠岛常被比座 越南迪士尼翻版海洋公园 亚洲欢乐谷 这里拥有三万平方米的超大场地 高达两百米的世界级摩天轮 以及世界第二大的水上城堡乐园 还有过山车 跳楼机 冲浪池 儿童泳池 水上乐园等等等等 就让世界摆倒在我的脚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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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leave in your self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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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斤半斤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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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leave in your self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在牙张最好玩的地方 应该算珍珠岛了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 越南的一个海上明珠一样 在珍珠岛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游乐设施 就像到了迪士尼公园一样 不过此时此刻 我要做一个安静的美少女 来欣赏一场海灯表演 世界级的跨海缆车 是牙庄的标志性景点 长达3300米的牙庄 无敌海景缆车 可以看到牙庄从事的全景 以及珍珠岛全景 还有牙庄四岛的全景 用上帝的视角看牙庄 海湾 沙滩 城堡 都在你脚下 真的是超自在 街坊人总是行色匆匆 而牙庄人们却活得悠闲自在 其实任何一位游客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都无法真正领略到一座城市的文化和人文情怀 只是匆匆一撇 怎懂他百年隐藏 可是正是因为这惊鸿一撇 才令人一念不忘 想要去探索和发现 对于牙庄 玩的就是海 看的就是海 吃的虽然清淡 但却回归了人间有为是清欢的本质 七天的牙庄之行 除了收获一路的美景 晒黑的皮革是我来这儿留下的唯一新章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组现场新闻 最近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 昌义大队队人员密集场所 消防安全进行了突击检查 大队监督人员先回来到 辖区内多家的KTV场所和养老院 那么这些场所是否存在问题 又有哪些安全隐患呢 我们下来看一看 检查过程中 监督人员重点向自动消防设施 是否正常运行 灭火器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 等情况进行严格检查 没有效果素啊 做的消防警察 对 是不是 新增的嘛 同时对是否存在 不符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 用火用电用气等违法行为 进行了细致检查 并对单位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 进行了详细指导 晚上几点开始寻呢 晚上发现初开始寻 你的日期是从中午12点开始寻的 你去到后面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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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都是付批导事 你这是对付 我跟你说 你身在是值班的 你得为你自己负责 在你的当班期间 如果发生火灾 你这记录上没有血 那你只有责任 你只有行事责任 此次检查 共检查了133家单位 发现火灾隐患86处 督促火灾隐患102处 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39份 下发行政处分决定书2份 今天给咱们这个包房 进行临时查封 这个查封 主要是因为咱们家 这个包房里有可燃中修 然后我们明天上大队去 跟下限期整改 然后把可燃中修这块摆掉 第一报道 张亚丽通讯人王帅报道 近于G15深海高速 往宁波方向宁海水负站附近 发生了一起小货车自燃的事故 导致货车上4000斤螃蟹 是葬身火害了 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发现 货车自燃后 整辆车被熊熊大火包围 远远就能闻到机油 混着烤螃蟹的味道 救援人员拿着水枪全力灭火 索性大火被很快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整整一车的螃蟹 却在即难跑 原来杨某当天准备将螃蟹 发往周山 没想到半路上 车子突然起火 一车4000多斤的活蟹 变成了烤螃蟹 眼看10万元的货 瞬间泡了汤 杨某懊恼不已 交警提醒 车辆出行前 一定要先对轮胎 油路 电路等 进行相关的检查 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 服务导家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报道半网版 我们的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 随时明明开通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同时我们栏目正在全面征集新闻线索 而且爆料可以获得100元至500元 不等的现金奖励 欢迎各位积极提供新闻线索 同时我们的全民一起拍 在火热征集当中 不管您是手机照相机还是摄像机 不管您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可以 把突发的好玩的感人的有趣的都可以发布来 并且一经采用给获得100元 主板不等的搞筹奖励 所以说这个奖励非常丰厚 各位可以积极参与了 同时在生活中 不管您遇到开心事烦心事 或者是不平事都可以联系我们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